锦衣玉石了吗 冯学姐 我们都是女人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我不是你姐 再说我也没有为难你 我告诉你张珊珊 跟别的女人争男人 这件事 根本就不在我的价值观里面 如果我爱的男人 稍微有点动摇 我立马就让他走人 那你为什么还让和平住在这 你让他走啊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如果男人真的爱你的话 他就会懂得你的感受 如果他不爱你 就算你缠着他 你没有用的 我肚子里怀了他的骨肉 我总得给孩子个米粪吧 就算我求求你了 让我进去吧 蛤 中文字幕志愿者 冯学姐 我知道你恨我 不过呢 我是真的没有想过 要拆散你的家庭 我可是一直都把你 当作我的偶像 总是希望能跟你一样 有自己喜欢的工作 还有爱自己的老公 如果我们不是爱上 同一个男人的话 我想我们还会成为好朋友 不过这也不是谁的错 和平他会选择我 也是因为我适合他 我 真的很抱歉 你别这么自我感觉良好 你也不用在这儿内疚 狼行千里吃肉 狗行千里吃屎 跟别人抢一摊屎吃 还要跟吃肉的人 说对不起 不用 大家的口味不一样 冯学姐 你说什么我都不怨恨你 只要你心里舒服就好 不过 我也是为你好 你想啊 你跟和平这么多年 白手起家 他不要你了 会选择我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呀 你没有想过 到底是不是你自己 有什么问题 真的 我特别希望你幸福 希望你吸取这次的教训 重新开始 好啊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非洲的土著人 用整箱整箱的钻石 去换欧洲殖民者 手里的几个玻璃球 那能说明是钻石 不如玻璃球呢 还是说非洲的土著人 不识货呀 你那意思就是说 你是钻石 我是玻璃珠子呗 和平不识货嘛 你赶紧走 这是我的家 我肚子里怀了他的孩子 我知道他住在你这 你们已经没有夫妻关系了 我今儿就在这儿等他 诶 和平 你在哪儿呢 我到楼下了 你赶紧回来 张珊珊在我这儿等你呢 我马上上去 哦 对了 和平跟我说 他在我身上感受的 和我带给他的快乐 是他这么多年 在你身上感受不到的 你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不是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 你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为什么不能上这儿来 我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 我没得住 你让我怎么办 不是 你再怎么办 你不能到这儿来啊 你 你 你不是骚扰人风雪呀 我骚扰他 他比我重要是吧 行 行 妈 你那张珊走了呢 不知道包怎么还扔这儿了 嗯 有饭了 嗯 嗯 包饭 吃你的饭 怎么说他们这么长时间聊什么呢 能聊什么呀 这要在古代啊 但凡老婆要懂点事 就应该拉我小老婆手对他说 哎 都怪姐姐 把你叫我来晚了 你要是早点过来多好 咱们姐妹二人 共事一夫 起不快在 老公 你是不是也想二女共事一夫 起不快在 哎呀 不是不是不是 那是万恶的救生会 古代啊 你放什么下 咱们好好说好吗 我 我 你别过来 你放下 你放下 你冷静点 咱们不好 放下 你别过来 你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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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好好说好吗 我 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 你不要我 你要我怎么活 你冷静点 咱们不好 放一口 说不行吧 你别过来 都别过来 不要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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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别过来 你们要过来 我可就割了 别过来 别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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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胡闹 还这孩子呢 快坐一会儿 坐下 坐下 你这是干什么压力啊 我为了你 我什么都能忍 可是风雪 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啊 他骂我剑 说你不识货 他是钻石 我是玻璃珠子 你就是狗识 我吃屎 都是吃得剩下的 张张珍 我不相信风雪 能说出这么难听话 阿姨 他就是这么说的 就是这么说的 我去跟他道歉 他觉得 追狗 被人这么骂我 你冷静点 好不好 你冷静点 你听阿姨 你听阿姨 说几句公道话 你把人家家都给拆散了 你把人老公给抢走了 你还去找人家 让人家高高兴兴地 面对现实 让人家反思自己 还让人家 什么找出和你的差距 你这对吗 你不对呀 你说你这是去道歉去了 你这是得便宜卖乖 我说呀 冯雪就是说几句难听的话 都是应该的 这就是冯雪 这要是我呀 我直接挠脸 妈妈妈妈 不说了行吗 不是那个 差不多不哭了好吧 我 我送你回去 我那明天就不能住了 回来我再帮你找一房子 好不好 你也别哭了 哎呀 好 我想跟你说一下 明天我要出趟差 没几天就回来 我这东西 能不能先放在这儿 你要是觉得不方便 我就让三大走 我以后挣的钱 都会有你一份 这是你的工资卡 一直在我这儿呢 自从你辞职以后 就再没往这卡上打过钱了 我算了一下 也就几万块钱吧 还放在你那儿吧 密码 是我的生日 记得看一下 其实 我就是怕像现在这样 以后我们生分了 你想吃点什么呀 我去给你做 不用了 也不早了 到时候休息吧 我走了 你为什么不提咱们结婚的事 我现在这种情况怎么结呀 我妈这关系过不了 那你妈要是不同意咱们结婚 咱们就结不了呗 当初你跟冯雪 你妈不是也不同意吗 那能一样吗 怎么就不一样啊 我妈那时候什么岁数 现在什么岁数了 我得考虑一下 她的这 承受能力啊 你妈要是同意 咱们是不是就能结婚呀 对 你妈肯定会同意的 你别乱来啊 怎么会呢 你放心 那是你妈 我会把她当作 世界上最重要最重要的人